大家好 我是悠悠 这都是之前在那个歌坊里面的花 全部挪到这里来了 还带回仓库里好多啊 我往这个方向拍里面看到了什么 点放大 这又是一个歌子爱好者 在那个楼层的中间段 然后搭建了这个小歌坊 今天我还去到那边看歌子的时候 碰到了这个歌社的主人 我就问他了有多少只 这一点点地方养了四五十只 给我这个差不多了 密度还是蛮大的 基本上看不到歌子啊 它这个位置全部是复旦的区域 都在这个复旦的区域配对里 鸽子爱好者无处不在啊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小鸽子 昨天有个歌友 然后在视频下方留言 是我的那一对小鸽子 长鸽痘了 心里面想冬天不会有鸽痘的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可以忽略床上的衣服 我都是喜欢的 牛的蛋估计说要出壳了 这是早上拿出去的小鸽子还没进来 这就是学飞翔的 就在这里看 它飞不起来 我这也要晒一下太阳 哇塞 都是那个鸽子那种鱼粉 哇塞 吃的好饱 你看这个鸽子的嘴多奇怪 中间是这种颜色 来测试一下 咦 这个鸽子很凶的 有可能是个公鸽子 这个怎么脚黄挂到右边呢 这个就是母鸽子呗 看一下这一只 这种在窝里面十几天的时候 小鸽子很凶的 一般的都是很不错的鸽子 我们来找一下它的鸽痘 鸽友在评论区留言说长鸽痘了 这没有鸽痘 哦 有可能是这个东西看到 我看一下 嘴上就是吃的那个红土渣渣在上面 哇塞 这两个小鸽子好壮啊 总鸽喂的特别的好 现在肚子素囊里面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钟 素囊里面还包包呢 刚才我给总鸽补住了一点 然后豌豆都又喂出来了 给它拿回去 不打扰它了 好了放回去了 太阳光太强 我一过来这边就有一个鸽子 然后它就气蛋 它就不会在窝里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还有这对都很单小的 这都是刚引进过来的总鸽 谢谢大家